哈囉大家好我是維尼 我現在在的地方是MOSA的攤位現場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MOSA的銷售總監Jasper 來跟我們一起介紹這次的講出內容 那首先Jasper我想請教一下 可以跟觀眾朋友們介紹一下MOSA的服務內容有哪些嗎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談AI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AI最重要的點在哪裡 在於Data 所謂的數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怎麼讓工廠的每一筆數據都可以實現它的價值 這非常非常重要 MOSA這38年我們都一直在專注在所謂的工業自動化通訊這個領域 我們現在在全球有兩個產品線其實是有一個領導的領先的一個地位 第一個我們在做串列通訊設備其實是全球第一 第二個工業以太網路交換機我們做到的是亞洲第一 全球第三 那另外在剛剛您提到的產業別當中 其實因為我們的產品用到所謂的嚴苛的環境 就是所謂的工業領域這一塊 所以很多的產業比如說像能源 軌道交通 然後在製造石化或一些Marine當中都會看到我們的一個身影 特別半導體現在是非常夯的一個議題 約莫有全球前五大的一個所謂的前段製造的設備商 四個是跟我們長期的合作夥伴 那另外整個在所謂的晶圓廠當中全球超過了100個晶圓廠都有用MOSA的產品 那剛剛總監講的那些今天的展出內容都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沒問題的 那我們就開始前進吧 好的 OK Let's go 好那Winnie我們首先來到第一站就是所謂的強刃聯網 你可以把它想成其實在工廠裡面就跟高速公路一樣 你要有一個高速公路所有的設備的資料才有辦法上來 所以你的高速公路要怎麼讓它能夠蓋得非常非常的牢固跟穩定 還有一個重點是安全嗎 所以現在在工業領域當中其實最重要我們特別在談的資安這件事情 我們Follow的就是您看到這個所謂的IEC62443的一個標準 所以待會我們會看到我們所有的產品線也都會以資安這個議題為導向 我們在今天看到這個網路的部分我們提供了三個階段 會根據客人他現在的工廠狀況 我們會提供不一樣的建議讓他一步一步可以很容易做到資安這件事情 達到所謂的強刃聯網 那你的網路固件好之後你要能夠管理要能夠可視化這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也提供了所謂的MSV1視覺化的網路管理平台 可以讓你知道說你現在的網路狀態 比如說有沒有要做改善有沒有要做提升的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在整個強刃聯網當中 我們現在會特別強調的幾個重點也是今年我們展出的一個重點的部分 工廠裡有很多的移動設備 其實他也是只能夠走無線的方法 那MOSA有特色在哪裡 重點是我們提供的是工業等級的一個無線的設備 跟你在家裡的長相 其實看一下他的樣貌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他非常Rocket Design 那他在一個溫度上跟一些抗干擾性當中是非常非常的強的 那對我們來說在工業的環境裡面 你要能做到抗干擾性非常非常重要 否則你要想我在無人車在走的過程當中 如果突然停到那邊你不可能人再下去救他 因為那是一個無人的工廠 相對來說這會影響很大 所以抗干擾性你要怎麼做到更好 所以我們可以讓業界更強 這就是有很多的makeup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client在過去當中 其實以前用外掛方式去把一些雜訊干擾 這個要避掉 要用外掛的方法 但我們已經把它內建在我們的設備裡面了 所以抗干擾性它會更強 第二個我們剛剛講到資安很重要對不對 有認證 看到有一個RAIDAR 這是歐盟在今年2025年8月份通過的一個重要針對無線網路的認證 換句話說 你如果沒有通過RAIDAR的認證 你是沒有辦法把無線相關的設備進口到歐洲的 所以MOSA已經在我們的新產品的這系列當中 全部已經完成這個認證了 因為幫我們的很多客戶看到它未來的需求 所以對它來說 如果它的系統也是要做外銷到歐洲的 其實它就不用擔心這個法規的問題被卡關了 那我很快值得帶一下就是所謂的Wi-Fi的部署的服務 原因是因為 家裡的Wi-Fi AP跟在工廠用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在工廠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設備 這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相較來說 無線你看不到 你很難查修 所以MOSA也很貼心的把這些 你在規劃建置的過程 以及在建置完之後如何的圍運這件事情 我們提供不一樣的服務 幫助我們的客人很快速的可以去查修 在過往 你可能是無頭蒼蠅 花很多時間你也找不到 但你透過我們的Wi-Fi服務 基本上你可以很快速的 就找到我們派一個專家 直接帶專業的儀器 到你的現場 快速一天就排查掉了 所以這也是我們 在去年開始已經推出的一個服務 很普遍的應用在很多的倉儲行業當中 其實它都已經非常非常解決掉很多的問題 Winan我們剛剛已經講完的 就是所謂的打造一個工廠的高速公路之後 接下來你要想 設備的資料怎麼帶上來 所以我們第三個展牆 談的就是所謂的邊緣連結這件事情 設備這些 你要怎麼讓它回到後台 可以讓管理的人 可以有效的去管理 這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是全球四戰現在最第一名的產品 叫做串列通訊設備 我們已經發展的所謂的G2值的就是Generation 2 含了資安 也是我剛剛在提到的IEC62443的這個認證 所以相對的我們在我們的一個最主要主力的產品當中 其實也已經通過了新一代也就有資安的認證 讓你在資料設備擷取上來的時候可以更安全 因為生產已經不是單純在生產產品了 你的客人可能會要求說 那你的用電量如何 我要算碳足跡啊這些怎麼辦 所以通常在工廠當中在做的方式就是 用電量是如何 那你要怎麼很有效率 節省的方法 能夠把你的所謂的工廠的電表收上來 我們也做了一個多迫數的一個產品 那我們叫做Modbus的Gateway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機型當中 一次可以接超過八個到十六個電表 那更有快速效率的幫你即時掌握你工廠的用電量 所以這個對你們來說 對工廠來說其實也是非常有效率的 那Winning我們剛剛已經看完的所謂的邊緣連結 就是把資料帶上來 但你可以想像一下工廠裡面其實設備非常的多 品牌也很多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Protocol協議其實也很多對不對 所以你要怎麼有效的能夠統一管理 那你就需要所謂的邊緣運算 Edge Computing 那MOSA在邊緣運算當中 其實我們的強項就是所謂的on-base的computer 你也可以看到 又是一樣字眼 IC6243這個認證 MOSA也是全球第一家在on-base的電腦當中 通過IC6243的廠商 所以這也是我們剛剛綜合了看 有線網路到無線網路到連結到邊緣運算當中 一氣呵成對我們來說 Cyber Security是MOSA現在在做產品的DNA 這個也是我們希望讓客人的工廠 在未來面對到所謂的AI的世界 面對到ESG的世界的時候 你的資料必須要開始往外走 你怎麼做到資料的資安的防護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都已經幫你們都準備好了 謝謝Jasper剛剛非常精彩的分享 看了覺得各個應用面 而且你剛剛的舉例非常淺顯易懂 我馬上就能夠理解MOSA的服務內容是什麼 那我們也知道說 好像今年或是接下來的趨勢 就是AI進入AI世代以後 就是資安這件事情是大家都非常需要重視的 沒錯 那MOSA其實就走在很前面了 因為其實剛剛說新的認證 我們今年馬上就已經拿到了 對 RADAR 對 那其他一些相關的 我們其實一直都有在持續的 都有拿到這些基本上的一些認證 那有些是難度非常高的 對 那我覺得這樣其實是一個 對各位廠商來講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值得 就是考量跟借鑒的一個點 那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建議 都可以在影片的下面方留言喔 那我們會請MOSA同仁來回覆各位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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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